我们游览西雅图最大的公园 这就是探索公园Discovery Park 这个最大的公园有森林、草原、悬崖、海滩、灯塔 又称雨景星城 这是跟游客的停车场 从这个停车场到海边还有很长的路 适合家庭来这里散步hiking 公园有着美丽的智能景观 有蜿蜒的小金穿过树林 一直延伸到海滩 这个公园占地是534英帽 是西雅图最大的公共公园 我们在公园里记住往前开 一片充裕的森林 内有多条山步的小路 这个环境给市民放松身心 附近新鲜空气的最佳去处 这里也是观想野生动物的最佳去处 尤其是鸟类和海洋生物 有多种鸟类细细于园中 桥下那边限制进去 这个公园在以前的劳动堡属在地建立 大部分劳动堡的历史区位于园内 以前是一处军事基地 是自门风景和人文历史的最佳结合 这里的几个停车位 是提供给有特别牌照的 所以我们不能停车在这里 需要从游客中心 找2.8英里长的小金 大约找30分钟 来到海边 游客中心那边有很多停车位 找小金看风景 锻炼身体好 这一片是灯塔公园 可以走进公园内 沿着海边漫步 墙上贴着西点灯塔公园的标志 在探索公园Tiscavo Park里面 它是在西雅图的最西角位置 所以叫西点West Point 好多的枯木 可以坐在枯木上看风景 也可以在大大的枯木上 平衡身体 来肥走动 沙满库之 海边悬崖 非常适合拍照 很适合家庭带着爱狗散步 站立在海边的悬崖顶上 可以看到西边的普吉特港口 群岛和壮丽的奥林匹克山脉 向南看去有雷尼尔雪山 整座城市的天际线 在晴朗的天气里 可以将风景进修眼底 这里旁往的二落非常漂亮 游艇在海上呛游 海浪一波抽一波很猛进 游艇在海浪中 在这里放松心情 在海滩上度过轻松的时光 悠闲的散步 欣赏美景 海风围吹着 造些风景相片 也是一种生活的乐趣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 打开小铃铛 谢谢观看 Thanks for watching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